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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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五間總結的環節 跟大家跟進半日史的表現 以及別股份或版塊的情況 請來的嘉賓有耀才症血研究部的副總監 陳偉聰在此 Jason 你好 陳偉聰 我們先看看中港兩地市半日市的表現 上證指數今早早低開5點之後 反覆都是偏遠 最終半日收跌10點 報3278點 深淨城市跌13點 報10642點 滬深三指數跌1點 報3515點 蔡易版指數跌8點 報1909點 至於港股方面 今早早低開19點之後 都是反覆偏遠 中午跌41點 報24,046點 而中間有段時間 跌穿過24,04點 這個位置 低見23,994點 究竟是什麼左右住大市的表現呢 是否也說回內地CPI的指數 雖然有上升0.9% 不過仍然是差過市場 預期 拖低了中港兩地市的表現呢 CPI這次的升幅相對比較低 原因都是因為有很多食品 例如說肉類、菜、魚類方面 整理的售價都是比起2月份的時候 有個明顯的回落 但如果你說看回一些非食品的項目 通脹方面的幅度 反而是有個提升的 但反而你說對於市影響比較重要的一個因素 我覺得反而是看回PPI的數字 見到這次PPI出來 雖然還是升引7點幾% 這個比較高的水平 但如果以一個按月來計算 其實是有個回落 跌幅都有成是0.2%的那麼多 意味著就是之前大家炒一個 就是再通脹的概念 似乎去到第二季 未必說再可以成為一個很重點的因素來的 因為都看回之前大過涉升 除了一些金融股之外 都見到一些資源類別的股份 一些商品類別的股份 都因為整理的價格有個明顯的飆升 例如說黑色金屬或者鋼材等等 那個價格都升得比較多 令到整體的資金都是炒一個再通脹 或者經濟復甦這個概念 如果你說看回最近這個PPI的數字 由高點開始回落 同時間去到第二季打後 其實去年那個基數相對是比較高的 意味著就說 今年接下來的時間 PPI再向上的空間 未必說會太大 所以便上都見到近期一些 叫舊經濟相關的板塊 或者之前大家炒通脹相關的股份 都似乎沒什麼力再上的 令到那個市場的氣氛都可能有些影響 但是如果你說再講到一些關於外圍方面的因素 例如說見到北韓方面都令人擔心的 因為見到其實在昨天來講 那些資金都偏向是 就留回去一些避險資產上面就做一個避險 那例如就說黃金啊 美債啊 或者見到日元方面都升得比較多 那對於那個風險係數比較高的港股來講 那當然都有些影響 因為都看回北韓呢 都發表了一個聲明 就說如果未來美國繼續有一個進逼的話 那他們不排除都會用一個就是核武方面來挽擊 那當然你說去今次講到這番說話是比較強硬些 那如果單看回今天港股的跌幅呢 又不算說太大的 那就是都反映回市場現階段 雖然是有個戒心的 那但是對於這個氣氛的打擊來講呢 又不算說真的很嚴重著 那接下來我們都要再觀察一下那個局勢的發展是怎樣的 那看回恆子說在昨天 即一支大陰燭跌穿回24,100下來呢 那今天暫時都還是比較弱勢些 那但是幸好地方呢 就說24,000這個大關 仍然都還是叫做守得主的 那就是之前都跟大家講過 暫時在條50天線啊 或者24,000這個關口呢 那個支持力度是相當之重要的 一旦那些說這些位置是跌穿的話呢 那代表著這一輪的調整廊呢 有機會會再行深一點點啊 那分分鐘你說 接下來下回去兩萬三千五百點都不出奇 那所以現時那些說要買貨的話呢 都真的要網實 穿了條50天線的話呢 都可能要做一個風險管理先的 好的明白了 就看著條50天線究竟是 realistic 那半天日成交了 都不ían說多了 非自己有限超多100万 或者30百億多 可以留意多 剛剛提及到 說避險情緒仍然在 看到外圍金價或油價都推升了上來 我們可以看看黃金的板塊 金價升到5個月的高位 招金都升了上來 升過近4% 中午的情況表現都可以升幅稍微收窄 升2% 報7.28 金價有這樣的升勢來講 這些黃金股可否有一個良麗的升幅 金價昨天升了接近19美元上來 在走勢上是相當凌厲的 但看到其實今天的金礦股雖然都跟著升 但整體的升幅不是算特別大 比起金價這段走勢來講 其實金股仍然是相對比較落後一些 或者整體的升幅相對不算太強 可能反映現階段大家看 接下來的金價走向不是一面左右樂觀 始終你說這一段推升金價的原因 或者很重要的催化劑 就是來自地緣政治問題 特別是朝鮮局勢的發展 大家會有少少緊張 但其實你說朝鮮之前做一些核試 又或者金正恩都講一些比較強硬的說話 基本上都經歷過相當多的次數 如果你看回過去的經驗 通常每一次講完一些強硬的說話 即時那個市場反應會有少少擔心 但見到之後的事態發展 又不是說真的很惡劣 而且通常他在講的那些說話 到最後可以實現的機會也不是太大 所以變相地緣政治的風險壓力上面 我覺得影響還是有限的 又或者影響時間性方面都不會太長 所以你說金價這一陣的上升 如果你說單靠地緣政治的避險因素推升 相信那個維持的時間不會太久 反而接下來大家看看 金價能不能再升的焦點 都要妄實聯署局方面一些委員 關於息口的取態 或者關於資產負債表 接下來縮減步伐的取態 我覺得那個參考價值會更加大 我自己個人的看法都覺得 接下來美國無論在縮表上面 或者加息上面 都會用一個相對比較快的步伐來進行 變相你說在美金 都仍然是相對比較強勢底下 金價進一步向上的空間 應該不是說太大 所以現階段你問我要追黃金股 我覺得直播率都不會太高 好 金股直播空間就不是太高 接著看看另一個版塊 都是今天的焦點 就是地產版塊 看回昨天來說 都看到政府針對著一溪多火的措施 即是上面有一些漏洞 就是修補回 對於一手柳成交會不會都會有些影響 見到今天來說 地產股就是跌多過升 現在的情況會不會說 都是比較危急一些 你說之前做一溪多火方面的投資者 很多時候都是一些比較有錢的人士 或者他們本身都是以一個投機炒作為主 所以你說這次做了這個漏洞上的修補 都要向他們徵收一個額外15%的人花稅 我相信都是會有助整個樓市泡沫的積聚 或者對於那些投機客或者投資客來講 整體的交易成本都會有一個增加 應該在接下來推的一手樓的樓盤上 整體的成交或者喬價上 未必說會再這麼進取 但是你說在短期裏面 對於整體的樓價影響會不會很大呢 始終見到現在的問題 就說二手樓方面的供應都還是很有限 很多的業主都不會說是貿貿然放盤 令到二手樓的樓價都還是不斷飆升 但是當然你說未來的一兩年 其實在新盤市場上面的供應都是相當多 與其你說今年來講 都有2.5萬個的單位會落成 應該對於新盤的樓價方面的升勢 都應該會有一個收斂 所以你說整體這個政策 雖然對於二手樓的發展未必說太大影響 但如果你說由一手樓方面 因為樓價開始有壓抑著手的話 那接下來我都相信對於樓市方面 都會有一個調整的壓力 那地產股之前的一直以來的看法 都是說它本身在這些位置 其實那個股值已經不是說算低的 那再加上你說未來面對著美國的加息 縮表的壓力 那再加上就說政府方面 調控的取態 我覺得都不會這麼快停止的 即今次純粹就是修補回之前的漏洞 但是未來會不會都針對一些印花稅 或者是物業按揭方面 那個措施會加緊那個辣椒上面的限制 那這些的政策風險 對於地產股或者整體樓市 仍然都是存在 那所以變相你說 在現階段要買一些地產股 我相信那個直播空間 同樣都不是說太大 好的明白 謝謝Jason的詳盡分析了 那我們都和你先進行申報 剛才說的股份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那我們就先休息一會 那下午回來 繼續為大家跟進港股的情況